OK我们讲一下场景的第二部分 就是这个call decorators 第三方的酷 我们刚才演示了装饰器模式的一些语法原理 还有一些常务应用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方的酷里边 就是大家在自己写装饰器的时候 我推荐大家不要完全自己去写 还是要参考现在已经成熟的一些方案 这样的话会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开发效率 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第三方的类伍 应该算是这个GS装饰器这块 比较常用比较好用的 然后它提供常用的装饰器 比如说我们之前那个read only read only什么log那些东西 这些常用的它都已经写好了 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就行 我们没必要自己写一个 我们自己写一个呢 有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考虑不到的疏漏 对吧 大家可以去这个github上去搜索这个call 然后搜索它的文档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简单的实例 首先呢我们肯定要去安装 我们可以通过npm的方式来去安装 这个过程我们等会去演示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要之前那个read only的那个方式 就之前那个class process里面read only的那个方式呢 我们直接去那边引用就行了 特别方便特别简单 我们都不用自己写啊 引用完之后我们直接去read only 然后这样去测试就行了 测试的话跟之前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deprecate deprecate这个东西 就是废弃的意思 大家看如果是你有没有用过一些库啊 或者一些框架啊 你如果用的版本比较老的话 用一些api它会提示你已经废弃了 对吧 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到这个deprecate这个东西 就是如果是你自己开发一个东西 自己开发一个库或者开发一个框架 这个时候呢升级完之后 你需要告诉用户有一些库 有一些api你们已经要弃用了 下个版本要不用了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到这个deprecate这个装置器 比如说这个ap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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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用了 然后你就可以写上 而且你还可以传入自己的一些信息 告诉用户说这个我们已经弃用了 比如说用户再去继续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他一个提示 对吧 可以给打印出来 好我们就实际的代码演示一下 有了这个装置器模式的基础之后啊 还有一个ES7的这个装置器语法的这个基础之后啊 再去演示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我们去安装一下 npm install 这个i i和install应该是一个意思 是简写的意思 靠decorators 然后--sale 为了安装的快速呢 我们还是 把淘宝的镜像给他沾上 稍微等一下 ok安装完了 好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回到代码中 然后把之前的例子先删掉 我们直接去引用这个read only啊 就不用自己写啊 from 这个readers从里面直接引用 然后class person class person 里面有一个name的一个函数 就是return帐3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name是read only的 我们就直接去写个装饰器就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测试一下 看一下 alert p.name 我们直接alert的话 大家看一下 保存 保存我们还得回到这个控制态 这有点错误啊 我们把这个页面关掉 用之前这个页面就行 刷新 什么错误呢 就是我们这儿打印出来 这个p.name的值了 我们应该去把这个name当函数 去执行对吧 好 张三就已经出来了 是吧 好 这个时候如果是我们想把这个p.name 给它复制成一个其他的函数 我们保存一下 看一下 好 它又已经报错了 是吧 那个错误还是跟之前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属性是read only的 就是只可读不可写的 所以说它报错了 好 这就是那个 我们已用的这个read only的这个装饰器 不用自己写 已用完之后就行了 另外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去npm里面 然后gethub里面搜索这个codec-reader的这个酷啊 然后里面它 闻到里面写了很多这个装饰器 我们这儿不能一一演示 这里面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日常看看用哪些 然后直接弄过来用就行了 特别方便 不用自己写 OK OK 那我们接下来演示第二个例子 就是那个 deplicate的那个例子 好 deplicate from con decl returns 然后class class person person里面呢 比如我们还是那个name return 我们希望这个name的名字呢 它是一个 接下来不用的 要给出提示的 我们就可以把 deplicate的这个 API给写上 好 这样的话 我们 处理化一个实例 然后p.name 我们去用一下 然后保存 好 我刷新啊 大家看啊 它默认情况下是这样 this function will be removed in the future version 就是说 还有people name 大家看这个person person是这个class的名字 name是这个class的名字 就这个函数呢 或者这个方法呢 接下来的版本中 要被废除了 你要注意 是吧 是一个warning 就是一个警告的形式 那我们这儿呢 可以自己传入提示符 就是 我们现在简单一点啊 即将费用 好 保存 刷新 OK 大家看 这个class的这个函数 即将费用 是吧 然后我们呢 还可以传入一个 在里面还可以传入一个URL啊 当然这儿都是一些 文档配置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传入一个 3w.imoc.com 好 保存 刷新 好 即将费用 可以see什么呢 可以看这个地址上 可以看更多信息 当然这个地址 我们随便写这个测试地址 大家可以 如果实际用的话呢 可以这儿 能正常的地址 比如说能是这个 API 文档的地址 好 如果是你自己做的这个库 自己做的工具 如果是有这么一种装饰器 来升级的时候 做一些限制呢 那看起来就相当专义了 对吧 而且也是对于用户 相当负责的一种行为 OK 那我们这儿呢 就演示完毕 装饰器 场景呢 我们也演示了很多啊 好 那我们回到PPT啊 最后做设计原则验证 将下一个对象 装饰器分离 两者分离 两者独立存在 结偶 这样的话 肯定符合开放文原则 就本来是已经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的东西 我们还是要用的 但是我们要装饰一下 对吧 装饰一下 让它工具更大强大 但是呢 装饰的时候 你不能去改原有的对象 所以说就是这个意思 将下一个对象 和装饰器进行分离 装饰的是装饰 原有的是原有的 分离完之后 两者就独立了 就解偶了 这样的话 就符合开放文原则 对吧 OK 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们想一下 我们怎么介绍和做实例的 介绍装饰器模式 它是在原有对象的基础上 我们想再加一些新的功能 我们当时还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手机壳那个例子 手机是打电话啊 听歌啊 玩游戏啊 那肯定是该有的 还是得有 但是手机壳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手机更漂亮 然后可以有那个指环 挂在手上 不容易滑落 是吧 好 接下来是UML类图和演示 这块呢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画了一个 针对这个前端和JS的场景 我们画了一个简单的类图 然后也做了一个淡满的演示 最后这个使用场景呢 我们是用了ES7的这个装饰器的 提案中的语法 另外呢 也是借用了这个 CrowDecreators这个第三方的酷 我们来做了两个实例的演示 来看一下什么是装饰器模式 以及装饰器模式 在前端中的最经典的应用 就是这个ES7的这个装饰器的语法 OK 这一届装饰器模式已经讲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